老万 有事 当然有事 你说吧 找个地方说 找个地方说 走吧 好 你们太齐了 找我有个什么事 说吧 别包喝酒 你不说是吧 帮我走吧 不让我进六处也就算了 非要把那吴敏弄到六处来 你什么意思啊你 什么什么意思啊 六处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是六处需要啊 可是你自己需要啊 老万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别以为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在你们家门口 吴敏跟你说的话多清点了 难怪以前这处处都维护他 你说够了没有 我没说够 我告诉你 想发生这种事 我完全可以去告你一抓 可是你知道 我万大齐不是从背后捅刀子的人 我念你救过我的命 我想替你把这个事给兜起来 可是你呢 你变本加厉啊你 你非要把那吴敏弄到 咱们溜出来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瞎了我爹 你干嘛呀你啊 我告诉你 我是给你这发热的脑袋降降火 你 万大齐 你不是不知道 我是有老婆和孩子人吗 我跟吴敏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可是吴敏说了 你喜欢他 那是自己说 我怎么知道这丫头怎么想的呀 那照题这么说 人家是剃头条子一头热呀 那可不是吗 什么可不是啊 既然你知道 他对你有那个意思 你干嘛非要把他弄到溜出来 你跟我说 你打了什么主意 不是我打什么主意 那老孙说了 六处需要 需要这样的人才 这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就需要吴敏 不需要我吗 我就知道 你小子就是惦记着 你自己的这点事 好 今天这事就算我多管闲事行不行 从今以后我操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咱们井水不犯渴水 老死都不想往来 你还没付钱呢 你再给我 爸 妈 怎么没说饭呀 出来 快点 怎么了 我们今天 准备出去下馆子呀 怎么了 这一个个的都拉着这两脸 不说话 爸 出什么事了吗 你还问我们出什么事了 小米啊 你怎么那么让我不放心呢 妈 我怎么让您不放心了 我这不好好的吗 那我问你 今天下班的时候 王主任跟你爸说 你非要干什么公安 有没有这回事 是有这么回事 可真是好事啊 你想啊 我从小就想当大侦探 抓坏蛋破案 这不挺好的吗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你们应该为我高兴啊 为你高兴 嗯 你真的不知道当公安 整天跟坏人打交道 有多危险 你一个女孩子 打也打不了 跑也跑不快 你说你放着好好大学老师不干 非得当什么公安 你让我怎么高兴啊 妈 您先别 行了 你也别跟我胡搅蛮缠了 你今天就是说怕大天来 你也不能去 你给我在家好好待着 好好当你的大学老师 爸 您说句话呀 我也不赞成你去干公安 爸 我让您替我说话 您怎么向着我妈说呢 你妈说的有道理 我们已经老了 也没别的指望 就希望你这辈子 能平平安安的 平平安安的 妈 我在化学实验室里 做实验也可能危险 还可能爆炸呢 还可能被毒死呢 就算我在家待着 吃馒头 还可能会被淹死呢 不管你们怎么想 这个公安我当定了 夏米 你今天敢迈出家门一步 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妈 到底是我糊绕蛮缠 还是你们糊绕蛮缠啊 我怎么了 我不就是想当公安吗 有那么严重吗 今天不管你在那里 我让你们怎么说 这个官我当定了 想不想 我让你呼叫白晨 小儿 你也冷静点 老母 一个女孩子 天生却跟杀人犯罪打交道 你说 她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啊 你别乱想 小米身心善良 跟她爸爸不一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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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你 谢谢啊 我跟你说谢谢呢 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 不客气 你大晚上来胡彪坐着干嘛 是想自杀吗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我好意借你手帕 你怎么出口伤人呢 我说错了吗 你大晚上来胡彪坐着 不是想自杀 是想干嘛 你真是乌鸦站在猪身上 那你这大晚上来胡彪干嘛呀 我 我活得好好的 我干嘛要想自杀 那我活得好好的 我凭什么想自杀呀 你不想自杀 那干嘛大晚上来胡彪坐着 那你不一样吗 那你不一样吗 你不想自杀 你干嘛大晚上来胡彪坐着呀 还 还哭啊 谢谢你的手帕 我该回家了 你不想自杀 那你不想自杀 1分钟 小敏 爸 你还没睡呢 小敏 坐 小敏啊 你跟我说的事情 我考虑过了 既然你喜欢公安事业 我支持你 真的 谢谢爸 那妈妈同意吗 你妈的工作我去做 你也早点休息 明天去报到 不过 要记住一点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爸 我怎么舍得让天底下最好的爸爸担心呢 爸 那我去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 我去睡了 就行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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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敏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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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是你啊 你 你没自杀啊 你也还活着呢 说真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你怎么还把头发剪了 我都没认出来啊你 我觉得你还是留长头不好看 是吗 我要来这儿上班啊 我觉得把头发剪了利索 你呢 你在这儿上班啊 公安六处 你呢 那 我们是同事啊 真的 我在六处做现场摄影师 我叫王国忠 我是法医 我叫吴敏 你好 你好 真巧啊 走吧 是 好巧啊 喂 志安处 老曹啊 好 马上就去 老曹上咱们赶紧去六处 赶紧走啊 不是 走啊 走啊 老曼 走啊 干嘛呢 走 我不去 你有个事我干嘛去 你什么就没你事 去了不就有了 走走走走 走走 人机本能到齐了吧 来 去 那就大家都坐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咱们省公安厅六处正式成立了 那我呢 也闲话少说 我先介绍一下各位的分工 先从女同志介绍吧 吴敏同志 任法医 负责呢 验尸 还有化验工作 大家好 好 王国忠同志 是负责照相 现场的照相 当然了 相机还得从太副照相馆 暂时先借用一下 没问题 下面是 梁志强 关亚帝 还有烧小毛 是 你们三个负责 真记 现场勘察 询问 走访 还有审讯 是 老万 你去哪儿啊 我看 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 你先别走 那你要走了 以后我跟谁抬杠去呀 你什么意思 咱们六处还少一副处长呢 得你来干 我 那他怎么办 那我向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孙老师 是我们刑侦顾问 孙四康 所以呢 六处这个受累不讨好的副处长啊 就得你来看看 老万 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就留下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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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万 别装了啊 知道如你所愿了 行 行 行 既然大家都有这个强烈的要求啊 那我也就不反对了 关注 喵 喵 喵 你哪儿 这么高兴啊 来 我向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啊 邱立民同志 他是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所学的专业呢 就是新真确 多厉长 您说的不准确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刑事案件 侦查学 对对对对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刑事案件 侦查学 那那个老曹啊 我认为啊 他就是你说的那种 专业人才 所以我希望他在你们这儿呢 能够发挥所长 共同把这个行政案件办法 后厅长 这个 专业人才在我们处施 越多越不嫌多 我们大家欢迎邱立民同志 老曹啊 沐田你带领的这个队伍啊 是咱们全省红红系统 最精湛的一支队伍 所以 你要好好地带领大家 这个立民呢 在学校的成绩啊 一直很好 并且这个人啊 政治觉悟高 家庭成分也很好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希望您能够好好待他 国中同志 您的警符 谢谢 客气 同事嘛 吴敏同志 您的警符 谢谢 不客气 邱立民同志 您这警符 放在那儿吧 哦 这么多书啊 哎 邱立民 你在苏联都学什么了 很多 啊 哎 很多是多少 哎 哎 你比如说 像这本 刑事案件真查询啊 还有这本 现场勘查询 还有 这本 嗯 这样吧 我给你写份书单 哎 哎 那你要是跟孙子康比呢 孙子康是 孙子康 英国留学回来的 特帅念的老头 在英国学的啊 刑侦技术 是吗 那他以后可以协助我工作 你说什么呢 他以后可以协助你啊 我跟你好好介绍一下老孙啊 老孙以前是昆明警察局的局长 出了名的神探 他协助你工作 你协助他还差不多 说话一点都不找谦虚 来 这是书单 把书单上的书都找来好好读一读 我认为行政人员 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些书读一下 有什么不懂的 我可以教你 这么多呀 那不得看到我退休了 谢谢啊 曹寺长 老孙 我的警服呢 老孙啊 是这样啊 像你这种情况啊 咱们政府呢 是有有关规定的 不穿警服不配枪 而且啊 还不能去执行这个抓捕 和有政治性的保卫任务 那 那我还算是正式的人民公安吗 当然 当然算了 好 我信你的 我说这个邱立民真猖狂 还让我们大家以后有不懂的就问他 还让老孙配合他的工作 真不知道厅长从哪找了一个这样的人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 挺斯文的 斯文的都是表面现象 我说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还当公安呢 也许我本来就不适合做公安这个工作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没关系 你这人也太老实了 这样容易吃亏 我师傅说 吃亏是福 一个人不能太斤斤计较 要是那样的话 就没人愿意跟他做朋友了 好像有道理啊 是吧 走吧 来来来 吃饭了 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面 今天老曹请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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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疼别疼别疼 懂不懂点尊老敬老啊 让孙儿大大先来 那也得老孙儿先来 我说小兄弟们 我就不给你们抢了啊 我以后是自备干粮 又吃面包又喝咖啡的 把自己真当成外国人了 他那都是啊 资产阶级思选 其实老曼啊 我劝你也喝点咖啡 这样你脑子就没那么糊涂清醒了 那当然 反正比你清楚 来 来 来 儿子 你说拿这茶 能吃面条啊 你说他们留个学 是不是都是这样 嘀咕什么呢 平时吃饭抢着吃 顾不上说话 这会儿是会说闲话的 不是 老曹 这不没见过吗 看稀奇 行了 时间长了就不稀奇了 赶紧吃吧 喂 六处 知道了 好 好 老曹 东西派出所来电话说 在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叫他们赶紧赶过去看看 马上出发 喂 那面条没吃完呢 跟跟我走 赶紧走 别吃了 快点 老曹 老曹来了 是这个人先发现的尸体 说说情况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 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来这儿钓鱼 这条路我基本上每天都走 结果今天一来就看见 你什么时间发现了这个尸体啊 大概九点 十点 十点 这么 我过来看见一个人躺在那儿 我还以为那个人在那儿睡觉呢 结果 我走过去一看 吓死我了 好 你不要害怕啊 当你发现这个尸体的时候 周围有没有别人看见 周围 没有 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 哎 郭忠 别愣在那儿啊 赶紧下来拍照 哎 你别破坏现场啊 哎 对 先从这边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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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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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名行政员员 现场勘测的程序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连尸体都不敢看 你少说两句 国总 腐烂的尸体是最难看的 你第一次出现场就碰到这么一位 有点反应 没关系 用鼻子深呼吸 深呼吸 葛事长 见于王国忠同志的现场表现 我愿意接替他现场拍照的工作 我们再等等他 行吗 行 把这人收回来 好 葛事长回来了 饭给你留在那 我不吃了 没胃 好 怎么可能呢 同志们 经过调查 王向前这个人没有说谎 他的确是一名普通居民 在塑料厂上班 为人老实和善 没有恶习 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 是的 现场只有王向前一个人的脚印 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 那就很有可能这个尸体 是被湖水冲上岸的 正好 昨天晚上刮了一场大风 这就更加能够证明了这一点 那就是说湖边 有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不 现在说案发现场 在哪儿还为是活动 死者很有可能是自身逆忘 通俗的说就是跳河自杀 我不重一点 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和线索都不够 所以做任何的判断 都不会是客观的 要等到事件以后 确认死者的身份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请 找到 郭忠 案发现场照片洗好了吗 嗯 洗 洗好了 快拿去 快点 郭忠 利落点 快快快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拍的这是什么照片 王国忠同志 从现场的表现到照片 只让你没有一点让人满意的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行政工作 刘比杰斯基 你 对不起 国忠 国忠 邱立民 你能不能不这么说话 万部处长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作为一名行政人员 一个现场摄影师 竟然连一张照片都拍过好 留下来指挥 托大家的后腿 那也轮不到你说话 老曹还没说呢 就是呀 这儿也没你说话的味儿 我相信曹处长也会认同我的观点 这就是外部酒 来 这么呲啊 喝不惯啊 喝不惯啊 你呀 太不会享受了 还真有点喝不惯啊 来 吃醉 我先吃个花生吧 哎呀 老曹啊 国忠这事 真没想到 这孩子如果不行 要不就算了 不 我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 我跟他接触这几天 我觉得啊 这孩子身上有股劲 只要他把持住这股劲 他一定能够成为出色的行政人员 真的 还有一个 我呀 最近一直想 我觉得 我来六处是不是来错的呀 啊 大孙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我总觉得 我在六处 跟咱们这些同事 特别那老万 这个 话里话外的这个 你说 我喝咖啡 我有错吗 我抽雪茄我愿意啊 我自己买的 他还说我这个穿 穿着戴纳的 那你不发我警服 我穿什么呀 老孙 这警服的事 当初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这是规定 但是 尽管你不穿警服 你也是我们正式的公安人 再说老万也是 他呀 就是刀子嘴刀腹心 真的 他为人很热情 不过啊 他呢 就是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所以你放心 我批评呢 我让你道歉 啊 来 嘿嘿 哎 这个还是你喝吧 啊 不不不 我喝不惯了 我还是来这个 白的 哈哈哈 怎么 是心情不好 还是工作不顺心 你得多吃点 你的工作挺辛苦的 多吃点才有精神 师父 师父 我觉得我 真的不适合做公安 要不 我留下来 跟您拍照片算了 不适合 哎 你前两天 不是挺高兴的吧 怎么 今天就大退堂鼓了 爸 那天去休安县场 是我第一次看见尸体 我当时没控制住 一直觉得恶心 然后就吐了 结果妨碍了同事工作不说 还可能是因为害怕 我的手一直抖 结果拍出来的照片 都是模糊不清的 您说 我这哪些个公安啊 我就是个胆小鬼 侯忠 你来看 这些照片 周围都是很清晰的 绝对不会因为抖动 引起的影像模糊 我看 是照相机 错了什么问题 照相机 你跟我来 这比相机的镜头真好 就是摔了一下 把调焦距的齿轮摔歪了 调整一下就好了 相机 出了问题 修一修 调一调 调好了 继续用 这人也是一样的 如果感觉不对 调整一下 调好了 继续工作 总因为出来点问题 就报废了吧 好了 再拿去试试 看看这部相机真不争气 能不能拍出好的照片来 谢谢师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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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调达 再调一步 乖点赞 再研刘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听小吴同志做试检报告 死者女性 年龄三十岁上下 身体无明显特征 也没有其他窗口 可是 可是什么也赶紧说呀你 可是我在死者的血液里 发现了麻醉药的成分 麻醉药 按照书上说的 像这种情况 如果死者生前曾被人下药的话 很有可能是箭上 这点你判断出来了 死者处女魔陈旧性破损 阴道口存在撕裂现象 估计死者生前跟人发生过性行为 书上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小吴 以后这些地方 要自己念 办案子没什么可害臊的 综合现代情况 是不是能确定死者身份和死亡时间 死亡时间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 不过死者的手掌和脚掌 都有很厚的检 应该是生前长期从事体力劳动 死者应该是从农村来的 既然是从农村来的 那他在昆明肯定没有固定的住所 应该住在旅馆 检查各个旅馆 确定死者身份 草长 昆明有100多家旅馆 难道我们要一一排查吗 是啊 哎 你有没有什么特好的办法 有啊 书上说 像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把嫌疑人都带回一一排查 耳后在一个封闭和相对陌生的环境之下 会对他们造成一种巨大心理压力 在这种巨大的 你说的是不错 不过 你没有去调查 你怎么去找到那个嫌疑人呢 你说的这一部书上倒是没有说过 那书上有没有教你怎么去打探消息 有啊 书上说我们应该先出示证件 耳后表明身份 行行行 你啊 现在帮我演示一下 你去给我打探一下消息 我看你学的怎么样 行 嗯 同志 我们是公安六处的 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你们这最近有没有住过一个农村宿女 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 他最近应该没有回过旅馆 他是登记离开了呢 还是根本就是失踪了 还有 很有可能他是跟一个男的一起来的 问完了 问完了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说得很清楚 你怎么会听懂 同志 他是想问你啊 最近有没有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 在你们这儿住过 会说什么话 你 没有 你说清楚 是没有在这儿住过 还是没有登记 你自己看 这篇 还有这篇 上周在这儿住过的旅客 都是男的 只有这个是女的 她不是从农村来的 我看了 是红旗棉房厂 供销科的科长 那很有可能是他跟一个男的一起来的 而你没有登记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同志 我问你的话还没回答呢 我告诉你 我们这儿所有住宿的都必须登记 特别是男女一起住宿的 那更是严格规定 必须出示结婚证 你说我没有登记 那你是说 我的工作不够认真负责了 如果你要是工作认真负责 你也就不会在上班时间打毛衣了 问我了吧 问完了赶紧走 别影响我们镇场萌业 你什么态度啊你 那个什么 我们走了 不问了 不是 年轻不懂事 再见 在这儿走 曹市长 像这种人就应该把他带回去好好审一审 态度恶劣 完全不配合工作 你要想让人家配合你 你说话得让人听着心里舒服 舒服 那如果要是每个案情我们都得捧着他 那我们成什么人了 那你说 我们公安是什么人 发罪犯的人呢 是 是抓罪犯的人 可是 我们首先应该是被老百姓服务的吧 服务 对呀 我们又不是服务员 你得有一颗为百姓服务的心 这样人才能够帮助你 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能抓住罪犯的 密切联系群众 这句话听过吗 没听过 这是哪位舒逢鞋的 毛主席说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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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